DST-2023 ICT-MC第29题 1题只有51%的学生答对 庭部就给了两个Aggrophone 给你互相比较 基本上两个演示法都好似 例如大家都有S等于0 另外有个Loop 左边这个For Loop 右边这个Wow Do Loop 另外有个Output S 两个Aggrophone都要输出S 这个都很明显是他们的目标 目的来的Purpose 而S是什么来的呢 看上去两边都有S等于S加Ni S等于S加Ni N就是一个Array 这里头五格 这一格是装着2字的 即是S要将N的Array 这五格加到S 最后可以OpenValue出来 都很明显S就是TotalSum 这一句话 S是S加Ni 是有increment S byNi 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再问一下 GPT的核实 TheAggrophone sums the first five elements of the array N Each containing the value to and output the total sum 但庭部现在说 第二个Aggrophone 就是miss了两句Stamen 即是换句话 第一个Aggrophone 这个是完整的 而第二个Aggrophone 就是漏了些东西 先比较Loop 左边有For Do Loop I的Counter 自动会由1增加到5 右边说Do Loop 同样用I做Counter 但是这里就漏了一个increment increment by1的Stamen 很明显地 I还是I加1 应该加到这个WOW Do Loop 里面 然后很明显地 I需要一个Initial Value 我们需要 初始化I的Value 但是这里有两个选择 I由0开始 或者I由1开始 基本上这里有两个做法 看上去两个都可以 看看我们左边先 例如I 我们由1开始 因为我们要确定 S 是S加Ni 这个N 是由第一个Element 开始 而N这个Array 第一个Element 它的Index 是由1开始 所以要确定 这个是N1 然后我们将I加1 第二个做法 就是I由0开始 I由0开始 因为我们不能够加N0 所以这个I加I加1 要先做这个 S加Ni 就跟着先做 确定不会出现一个 ArrayIndex Out of Range的Error 是否代表两个做法都可以 当然不是 因为最后 我们加的Element 是N5 我们要查查 最后 这里 是不是加了N5 下去 假如 现在I最后 去到5 那么 在RowLoop 这个条件里 当5 是小个低于5 它还是True 所以 这个 等于S加N5 是加得到 但是 右边 当I去到5 的时候 RowLoop 就是Row5 小个低于5 当然是True 但是这里 5加1 6 这里 就加了N6 下去 这样就会失事 因为 就是ArrayIndex Out of Range 或者 加多了一个Element 关键 因为这个 小个等级 就不能够改 如果我这样 用I等级 零开线 其实这个 就要设置I 小个5 才行 所以 这句都要 I等级1 这个Statement 要加回来 这里 这个 就加到下面 所以 提提案 是2 and 3 only B For Boy 不过 我 都不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